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用诗篇一起来灵修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诗篇第111篇 这篇诗是属于智慧诗 智慧诗的意思呢 就是透过学习这篇诗 我们因此学习怎么样认识主 从此而得智慧 的意思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篇诗的经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 并公会中一心称切耶和华 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 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他行了其事使人纪念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 他是粮食给敬畏他的人 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 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 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 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 他的信识都是确实的 是永永远远建立的 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 他向百姓施行救赎 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 他的名胜而可畏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这首诗一开始呢 其实就表达出这位作者 不只是一个人去认识主啊 他还会跟一个群体认识主 在大会啊 在公会啊 这个都是群体的聚集 认识主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而已 其实是一个群体一起的努力 信仰群体带来的互相影响 彼此的鼓励 是认识神一个很大的动力 第二节呢 就提到要认识主呢 就必须要细心考察 那什么叫做考察呢 考察不只是去看 更是要去想 默想的功夫 在认识神的这个过程中 是非常重要的 考察些什么呢 接下来的经文就给我们看见了 作者首先提 你的作为如何如何 之后在神的作为表达出来 我们就从当中认识神的属性 这是需要考察的 譬如从他的作为里面 就认识了神是怜悯啊 公义啦 慈爱啦 诚实啦 等等的属性 从他所做的认识他是谁 他的属性是什么 这是一种属灵智慧的领悟 所以需要考察了 那么人对神的认识 从他的作为到他的属性的这个过程啊 不只是一个智慧的努力 更是引导下一步 对神的认识的晋升 那就是最后一节给我们看见的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从认识到敬畏 这是一个晋升的一步了 敬畏呢 是个人敬畏神 因为我们对神的敬畏 必定是从自己心里发出来的嘛 所以是个人对神深入的认识 那合起来呢 这首诗给我们今天教会时代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有很大的提醒哦 首先认识神 个人当然要考察 从神的作为认识神的属性 第二认识神必须深入 这个深入呢 就是建立一种与神的关系 这里描述来的关系就是敬畏 面对耶和华真神 我们必须敬畏祂 不止如此 这首诗也教导我们 每一个人的努力 加起来就是一个群体的努力 而认识神 也可以透过群体的努力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教会要有团契生活 在团契生活之中 我们彼此鼓励 安慰 打气 于是我们也分享我们对神的认识 于是我们对神的认识 在一个群体中 也会更为完整和美满 求主带领 今天各位可能是 一个人在看这个灵修视频 很好的 不过呢 我也鼓励各位到你的教会 去弟兄姐妹分享 于是我们认识神的努力 就可以成为一个群体的动力 愿神借着这首古老的诗歌 让我们可以跟作者的心路历程共鸣 跟他一起走上这条智慧的道路 而智慧的道路的开端 就是敬畏耶和华 愿神祝福你 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